万局小马头摄影频道 我的RONING RS3 Pro的雷达终于到了 但是呢我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镜头都是照相的镜头 它的对焦环都是无线形成的 并不像电影镜头那样 对焦环可以有一个线位 今天呢就用一些骚扫作改造一下这个镜头 让它能适配这个RONING RS3的跟焦雷达 首先呢跟焦环大家都有吧 可以是这样一根线扣在一起的 也可以是这种跟镜头尺寸匹配 直接捆在上面的 当你启用激光雷达跟焦的时候 它首先需要确认镜头的形成 这样的话你的镜头可能就在这 无限制的旋转 所以呢我们需要手动给它做一个定位 这种对焦环相信大家都有吧 可以剪下来这么一小截 然后用502去站在另一个对焦环上 首先粘一个小扣块 作为最远的对焦距离限定 接下来把电机拧上 用这个粘上的小扣块去怼到电机上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电机的这个位置就是最远的距离了 接下来反方向拧 当你的这个刻度刚好达到 最近对焦距离的时候 这个电机也会有一个位置 电机下边限位的时候 就可以贴上另一个小块 这样的话你的电机限位就已经达到了 从最远到最近 都会正好卡到电机的状态 现在点击一下重新校准电机 它就会自动的去找两个方向 这样校准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方法有一点点的误差 所以每次使用之前请确认一下 你的相机是否合焦 如果不合焦的话 请重新设置1米和4米的两个参考点 这样的话 这个镜头就可以使用雷达 来做自动跟焦使用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内容的话 欢迎关注班区小马农 长按计划三连 我们下期测试一下 这个雷达到底好不好用